男子造假房产证,冒充梁静茹,诈骗数百万,谁给他的勇气? 这是为新疆晨报的小伙伴奉上的诗和闲暇吃货睡前, 看了简短文图集和有新闻,有段子有发言鲜活有趣的生活百态, 民间语文都在这里新鲜是活道, 这把年纪还不如一件毛衣会放电向往, 这种特别容易被极其微小的事情影响心情的玻璃形人格, 活该每天不开心男子造假房产证,冒充梁静茹,诈骗数百万, 据新浪微博报道,出周男子段某一人扮演工程老板, 企业董事等多个角色同时合武,六名女性交往段某, 趁有百万存款和多套房产,制作多本假房产证, 以办过护手续为由,骗取钱财,在行骗过程中为了不露血, 段某多次用微信冒充明星,梁静茹, 同被骗人聊天安抚对方情绪打消其怀疑的念头, 是按金额数百万元目前已被刑拘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